下面这些照片记录了历史的瞬间 而照片中的主角却永远也看不到了 这张照片拍摄于1955年 好兰屋外人民明星詹姆斯迪恩 在一个加油站前和他的保时捷合影 几个小时后 他撞向了另外一辆车 遭遇致命的车落 而这张照片中 命运有相似之处的保罗沃克 正走进他的保时捷 几分钟后 车子在碰撞中发生大火 约翰·肯尼迪在夫人杰奎林的陪同下 乘坐敞篷轿车游街拜会市民 行至一个拐弯处时 遭遇枪击生亡 1980年12月8日晚 纽约曼哈顿区的达克塔公寓 发生了惊世骇俗的一路 摇滚史上最著名的明星 前披头是乐队主唱约翰·列宫 身中四弹 倒在血坡中 当时列宫走出公寓 被他的粉丝签名 旁边那个男人 就是马克·查普曼 在这张照片被拍下几分钟后 他开枪杀了列宫 图中的男人 名叫特拉维斯·亚里山大 在他的洗衣机里 人们发现了一个破损的相机 这张照片 就是从那个相机里找到的 照片是他女朋友 球帝·阿里亚斯拍的 拍完照片几分钟后 球帝连刺特拉维斯几十岛 并开枪杀害他 这是泰坦尼文号 还没有承诺之前 最后一张照片 1986年1月28日 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 在升空73秒之后发生爆炸 七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这是他们准备登上挑战者号的照片 为了唤醒人们对 无家可归人群的关注 1995年 罗伯特决定在尼亚加拉大瀑布 表演水上摩托冒险 他的驱动降落伞打开失败 这是他驶向瀑布的照片 1937年 德国载客软式汽艇 星灯宝号起火 在纽泽西坠毁 36个人在这场意外中丧生 这是灾难发生前 星灯宝号的照片 1970年 14岁的澳大利亚人 基斯·桑普斯福德 隐蔽地藏在一架从悉尼出发的飞机轮舱之中 一个摄影新手正试着他的新小机 意外拍到这个年轻人致命的自由落体 他估计从60米高空掉下 没有人知道他这么做的原因 这是一名58岁的丈夫和父亲 可怜的他被推挤进纽约地铁的轨道上 地铁正迎面而来 照片拍下了这个无助的瞬间 菲律宾政治家雷纳尔多·戴格萨 在2011年的新年被暗杀 当他在为家人拍照的时候 也拍下了瞄准他的凶手 这张照片在谋杀审判中 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莫伊拉·史密斯正营救一个 从世贸中心逃出来的男人 当他冲进南边的双子塔去救人的时候 结果大厦倒塌了 他是唯一一位在911事件中 营救丧生的纽约警察局女警官 为他点赞 14岁的德克萨斯州少女 被一个连环杀人犯抓走了当人治 在谋杀他之前 杀手罗伯特剪掉了女孩的头发 逼他穿上了黑裙子和黑高跟鞋 还拍下了他的痛苦和恐惧 2014年 24个工程学学生在做一个水电工程的项目 山上大水毫无预兆地冲过来 带走了他们的性命 这张照片是洪水来临之前的合照 为了得到一张预火车的自拍 他一只脚踏进铁轨 火车如他所愿 从背后赶来 舒适时那时快 就在这一瞬间 火车上售票员踢了他一脚 把他踢离了轨道 看完这些 难免心情沉重 最后 来看一张温暖的照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